今天我們來到理工大學 就會聽一個講話關於溝通 溝通就是我們平時工作上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平時我們也有聽到Francis講講話 但溝通也是第一次 心情其實是非常期待的 我今天是來聽一個Francis講的 seminar 其實我今天很想得著多一些 關於Marketing和Storytelling的知識 令自己有些進步 好 我期待一個新的體驗 就好像重回學生時代 來學東西來上課 還有都想聽一下 究竟這個課題這個講故事 其實我也有興趣上學的 上聽 今天心情很興奮 因為今天邀請我那位朋友很特別 他是一位香港很出名的廣告大師 Kiss Zeng 我差不多20年前已經認識他 他邀請我的時候我也很餓 我問Kiss為何你會邀請我呢 他說 沒有啊 我一講故事這個題目 我就想起你 所以我很多謝Kiss今天邀請我 我亦都相信今天的分享 會是一個很精彩和很用心的分享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Francis 剛才Kiss也介紹了我 剛才 他說他認識我多久呢 超過20年 Kiss和我的朋友關係是怎樣 這件事挺有趣的 他現在的太太 以前是我讀設計的同學 你看過他太太嗎 他太太的樣子有點像陳法拉 當時我跟他 當時我跟他 他太太是同學 我都說他的樣子像陳法拉 當然他的市場很大 很多年前我認識他太太的時候 他太太跟我說 這個四眼仔可不可以 當時他戴眼鏡 我說挺好 很斯文 很老實 後來果然真的做了夫妻 剛才Kiss說我以前叫他上過一個堂 但其實Kiss和我不是經常見 我記得我上一次見他已經三四年前 我們不是經常接觸 我們不是經常見面 剛才他說我以前叫他上過一個堂 但其實20年前 1993年 當時你也不知道在哪裏 他叫我上過一個堂 那個堂是令我改變了很多 其實我要感謝他 因為他當時叫我去做這件事 但我想他叫我去做的時候 時至今日 他也想不到我有這麼大的變化 所以我跟Kiss有這個關係 但我們不是經常見面 但我們經常見面 其實他這次約我 是11月的時候他已經約我 他一約我的時候 我義不容辭 因為他叫我 我便說 好 你叫我講甚麼都行 去哪裏講我又沒有問他 跟哪裏人聽我又沒有問他 總之你叫我去我就去 我想問各位 其實你們這一科是否設計的 很出名的Poly設計就是你們 是嗎 是呀 真的是呀 我記得我1985年中學畢業 是呀 現在到今天還是一樣 人家一說設計就留給PolyU 我記得我1985年中學畢業 那一年我又申請過夜校 在你現在的餐廳 我不知道是否仍是以前的位置 很多人 幾百人一起去考 一考完 他立即叫你做個目標 然後就知道你有沒有下半場 我就做完目標就再見了 因為我沒有下半場 但我有兩三個同學進來讀 畢業的時候1988年 很久以前 所以有少少淵源 所以我這次來這裡 我覺得很難得這個機會 剛才KC有少少介紹了我 我是做廣告出身 做設計出身 我沒有做設計之後 我做了前線 我做過保險前線 可能你聽下去 做設計和做保險 是否兩樣完全沒有關係 是嗎 但其實很相似 你們猜不猜到 兩樣東西有甚麼相似 都要說服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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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 其實這個世界甚麼都要 可信心 難道你擺進去便會買 你覺得這兩樣東西 有甚麼 如果你猜 有些類似是甚麼類似 你猜有些甚麼類似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溝通 這世界甚麼都要說溝通 謝謝 兩樣東西 有一樣東西很類似 做設計和做保險 兩樣東西當你賣給他的時候 都是未有那樣東西出現 是嗎 我賣個概念給你 我賣個設計給你 我賣個廣告的計劃給你 其實說真的 他以前做廣告的時候 他都跟我說 他說真的吹 不過他相信我 他交這個項目給我 我去做保險賣保險 我也是 你不發生事 你不知道我有甚麼功能 我只是說 我說我給你服務 當然我真的有給你服務 所以當時我沒有做廣告 我做了十年 我做廣告做設計 除了時裝設計和室內設計 沒有做過之外 很多事情我都做過 譬如今天我有兩位攝影師 他們是做拍攝的 我以前做過這些工作 顯示設計 做過 畫面設計 做過 報紙雜誌做過 很多事情都做過 還有我以前做這行的時候 是未有電腦出現的 即是說 就算一條線 一隻字 一張照片 全部都是人手做出來的 我想KC同學那個年代 全部都是人手畫出來的 你現在踢踢踢踢踢踢就做到 我們以前全部都是人手做出來的 我離開行業的時候 都未用電腦 剛開始用Mac那一部 好像是櫃仔那一部 我忘記是甚麼型號 是專門做英文的 Tap Writing 是這麼多 都未有中文 接著我做了保險 做了差不多七年 接著我便 沒有做保險之後 我做了一間公司 是做教育的 即是搞教育的 就像現在這樣 你們有幾十人聽 到很多人幾百人聽 而有一次 有一個教育很大的 是五百多人 就在九龍灣展茂 那一次我就請了個KC 大家都知道她是來頭的 她是甚麼來頭的 她是不知道的 她只是知道姓曾 她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很多香港廣告的 很出名的創作主席 如果她是太小 可能你沒有看過 她們根本沒有印象 以前後面我那班 是我的學生 現在是一個學生 她們可能會看過 新來廣告 九巴 第一代的和記電話 黎明那個 看過沒有 Cent看過 這些老一些 這些廣告全部的 都是KC做出來的 我今天有榮幸來到這裡 我多謝KC給你一點掌聲 KC 剛才當你出去整理的時候 我說 其實我是叫你去上課 但是二十年前 你很大血叫我去上課 之後就扭轉了我 你也想不到我會今天變成這樣 好 講回今天的正題 KC邀請我來講故事 我一向 我今天應該有一個小時時間 我想大約八答九 我一向說話 我很喜歡互動 我很怕這樣 我坐在那邊 你眼眨眨眨看著我 OK 他們後面的學生都知道了 是吧 是 隨便問 你待會有甚麼想知道 你隨便問 我答得到你 我一定會回答你 但是我想問第一個問題 各位同學 你們是一年多嗎 一年 一年 看樣子都像 DL1即是多少歲 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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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第一屆新學制的學生 進來的 他們全部都是很學生 OK 今天的主題 KC邀請我來講故事 我想問問各位同學 開放的 你自己發表的 你覺得講故事跟你做 你讀這一科有甚麼關係 你叫甚麼名字 Alex 你覺得講故事跟你讀這一科有甚麼關係 我覺得 因為廣告有故事的話 會容易吸引人 最後別人都會異明些 即是容易令人 就異明些 如果不懂得講故事做這一行 那又怎樣 不懂得講故事 最終的結果 最終的結果 沒有人理會你的廣告 沒有人買你的廣告 給掌聲 我會請你掌聲 謝謝阿黎 我會請你掌聲 請你掌聲 謝謝阿黎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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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接觸新一代 成熟了很多新的英文名 我有一個學生叫阿黎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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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l 你覺得講故事和你讀這一番有甚麼關係 講故事可以吸引到別人 因為你透過一個故事可以加深入別人的印象 可能你買一條橋 講了一段時間大家都不記得 但有故事人可能不記得了你究竟想買甚麼方案 但他會記得你的故事 因為你的故事可能就炒熱了 令別人記得你那件事 其實是可以增加你的消費 如果我聽到Adel 你說的 你有一件產品可能是一條橋或廣告 但你要客人去接受中間那條橋的故事 好的 謝謝 這位很斯文的粉紅色衣服 你叫甚麼 Winness 你覺得為何講故事和你讀這一番有關係 因為故事可以形容在很多不同的版本上 並不單是在TVC要有一個故事 但你刊登機 還有你刊登機也有不同的故事 才可以刊登機 是 不用不緊張 不是刊登機 我很隨意地問問問你 Winness 都是覺得 要令到客人 要遇到你的想法和設計 是嗎 你剛才說 Story Telling 其實不僅是涉及工作 你覺得還有甚麼關係 懂得說故事和你的生活 想不到 可以 回頭問你 OK 這位是藍絲巾的 這位不是絲巾 這位是手巾 OK 你叫甚麼 雙天鵝 甚麼天鵝 張天鵝 張天鵝 我聽到為甚麼是張天鵝 張天鵝 張天鵝同學 你覺得說故事和你讀的這段時間有甚麼關係 跟他們說的差不多 都是 譬如你有一條 企業 你要推銷給客人的時候 你要說到一個很 很狠狠的 很掌握到別人的顧慮 在故事 人家又像他所說的 人家最有心 然後就 Bingo OK 給你掌聲 天鵝 Story Telling 我想這一個題目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說的題目 其實以往就算我是不是教書 我有機會去跟 其實我有一件事我很喜歡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很喜歡跟年輕人相處 年輕人接觸 有很多人說現在的年輕人是很麻煩的 很難溝通的 不聽別人說的 其實我是覺得不是的 但是我覺得 今天 其實我以的身份是甚麼呢 我是以一個 朋友的身份來做分享 我不是用一個工作的身份來分享 所以我分享的東西是 我生活我自己對於一些 講故事的看法 或者我說少少我以前 好像你18歲的時候 我是怎樣的呢 18歲我剛入行 就讀完中五畢業 其實我的中五畢業是應酬的 我的中學會考是不合格的 但是我17歲的時候 我中四的時候 開始去學畫畫 有沒有人住在觀塘的 這裡 觀塘哪裡 你呢 藍田 我住在粵華街 粵華街你知道在哪裡 我那時候中四開始去畫畫 有一間畫室在粵華街 學素描 學油畫 學水彩 我又 剛好 我在當時 我遇到我一個 中學同學 他玩文安隊 OK 他玩文安隊 他有一個老師 原來是做設計的 那時候 他就說 我想找一些人做學師 OK 我就開始我第一份工 我第一份工 現在都沒有了 新蒲江七層工廠大廈 知不知是哪裏 哪裏 哪裏 心無関 周 即是近了 近了 坐不穿我頭 這樣都拆了 這樣都拆了 那我就要 我就要 那個地方 我想是這裏的 所謂的studio 是這裏六分之一這麼大 六分之一這麼大的 那我就要 什麼都要做 我老闆要想事情 那時候我們全部用人手 所有人都用人手 曬咪子 一個小黑房 一個角落位 自己調藥水 現在你一按鍵 已經有字 那時候要直字 有沒有聽過直字 沒有聽過 有部機的 IBM 打字 我以前小時候 我是完全一個 不懂得說話的人 我不是天生出來是這樣的 我以前小時候 我形容我自己 很普通 總之是上學放學 上學放學 我又不是自閉 不過呢 你叫我出來說話 你不是 OK 因為人很多時候說 你知不知說話 是人害怕排第幾位 即是世界上 有五大 人類最害怕 你知說話出來說話 是排第幾位 你猜不猜得到 你猜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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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原來出來做公眾演說 出來說話 在人的恐懼裏面排榜 是排第一位 第二位才是死亡 這不是定律 但有很多人會這樣看 你叫他出來說話 你會嚇死他 OK 但你叫你這樣說話 你就叫不停 但叫你出來說話 就很重要 我從幾個時候開始覺得 原來 懂得說話很重要 我差不多到九 九四五五年 我開始覺得很重要 因為以前就算我做設計 我不用去推銷 那些是4A 我連A都排不到 細草A都未去到 知道甚麼是4A 知道 今天仍然是用這個 大公司當然要經常推銷 我們只是推銷廠佬 但推銷廠佬都要推銷 我們當時做些甚麼 做些玩具的紙 你小時候可能不知道 你有沒有見過沒有 一些吸索 拿著玩具 裡面有一幅圖 我們做過一些東西 我們做過魚餃 釣魚魚餃的盒 你要設計那些盒 都要跟客人推銷 我老闆 因為這間公司很大 這間公司只有兩個人 就是我老闆和我 所以他做的事我也要做 我要去見客 但當時很年輕 認識見客嗎 總之就好像一個送貨員 送完稿回來再做 送完回來再做 但後來 我去到93、94年 剛才我說 因為KC叫我去上課後 我發覺 原來這件事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覺得溝通是用口說的 你覺得是嗎 你覺得溝通是否用口說的 整個整體 整體包括 包括你講 包括你整個 整個 整個 溝通是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說話 我不喜歡跟別人溝通 但其實你不說話 就算那麼多位坐在這裏 包括後面的朋友 每個人坐在這裏 其實你已經跟我溝通 為甚麼 因為你的眼睛 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在這裏 其實是知道的 你將來久了 你將來有機會做這一行 你出來做訊息 你站在我這個位置 看出去 你對著你這班客人 你做得久了 你就會知道究竟客人是否在這裏 但當時當然沒有這麼高警戒 溝通 我覺得原來我要說一件事給別人聽 有很多事 第一 我覺得 清不清楚 清不清楚 包括你講話清不清楚 包括你想 但當時我不是說我沒有做廣告去做保險 雖然你未做過保險 但你都會知道其實保險賣甚麼 保險只是賣疊紙 算是賣過保險 是一塊文件 沒有東西 難道裏面有些東西沒有 全部都是一塊紙 我記得我以前做保險的時候 我有個前輩 他跟我說 他說 如果這筆東西 你都賣得好 你都沒有甚麼賣不到 是嗎 你覺得 是嗎 其實你今天在做的事情一樣 你做的事情是一個概念 我記得當時我和KC有一次在談 我記得他說 他說 他當時開了一間公司 他說 其實如果客人相信我 最好客人就不要理我 當時他的江湖地位當然是可以這樣 香港不是 我講了一點點 為何我沒有做廣告 我做了十年之後不做 是因為我覺得 在香港做設計 我不是打擊你們的士氣 在香港做設計是很難做的 因為是誰便宜就誰做 和誰快 做大的和做小的相差很大 我覺得 其實是 怎樣說呢 我是很有能力 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機會 但是KC他們不同 他們是一間大公司出來 自己開一間公司 我記得KC說過一件事 他說 我最喜歡接一些古靈精怪的牌子 你記得有一次跟我說 你說 如果有機會 我當時那間店舖 未像今天這樣的陣型 不過這間店舖 現在都沒落了一點點 我覺得有一次跟我經濟 你說 如果許留山給我做廣告 我也很有興趣 因為就是要將一些 九不八八的東西 用另一種感覺 表達出來 其實如果你的溝通 你的表達不夠清楚 客人涼茶和你的創意 那個關係 很多時候你將來都會有機會 會接觸到 因為不是你去選產品 而是產品選你的 產品是客人要交給你 後來我做了保險之後 我發覺 原來不是我講完話之後 人們就會知道我說什麼 其實過程有很多學問 我今天邀請了一班現在的學生 示意一下 好嗎 他們是我現在的學生 現在我做的工作組織 我要帶著一班年青人 他們大理一點點 都是四五年之間 我要教他們很多溝通的東西 待人接物的東西 這一班是我現在的學生 他們今天來聽我說話 另外有兩位朋友 我要介紹的 Kenneth Kenneth Kenneth就是我以前的學生 Kenneth以前是做社工的 Kenneth以前是做社工的 是嗎 回來武校真的好 他以前在這裡讀 他以前是我的學生 他一直跟著我一段日子 另外有一位很特別 這位是穿橫條衣服 Joseph 方sir 他是一個我很特別的朋友 我想用少許時間介紹他 他是我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他的職業是一位牧師 我認識了他十四年 我認識了他十四年 也有了十四年 很偶然的機會認識到他 但是他會接受我的說法 我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但是我信有神 在這十幾年裏面 其實他才是我的頭銷售 一個牧師才是一個頭銷售 我記得我當時去他的教會 聽話 他已經跟我說 其實我是一個銷售 因為如果我銷售不到 那些人是不會星期日回來 那些人是不會對我這個教會 有所付出貢獻 其實做一個牧師 根本就是一個銷售 在我身邊的環境裏面 我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 剛才KC說 以前我介紹過他上的一個堂 其實還有下面 我當時十幾年前 二千年左右 二千年 你出生了甚麼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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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哪一年出生 九四 九四 好 好像很久 二千年 你當時很小 只有幾歲 當時香港社會出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科技股爆破 很多中產失業 當時我們有一班人 當時我們大約三十多歲 這班人全部都是讀書不捨 那班人 但有一個社會 很久 十幾年 二十年 我們發覺有一件事 香港 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現象 原來有很多人 都不會表達自己 他們每一天都在他們的象牙塔裏面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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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做了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是一間獵頭公司 但我們會舉辦教堂 我們幫那些人找工作 那些人的資訊是很厲害的 但當我們跟他們聊天 直接說 好像一個人坐在我面前 他不懂得怎麼表達自己 但他們三十多四十歲 有些五十多歲 因為他躲在象牙塔太久 但當時社會突然間中產 有很多人被人財 他們很想去找工作 我們有一群朋友就在想 我們可以怎樣幫這群人 我們這群人 因為都是一些不是用讀書 學到東西回來的人 我們都是一些透過生活 透過工作 被人產大的 被人秉大的 被人小大的 然後我們得出的結論 發覺原來要怎樣去推銷自己很重要 好像今天你們十八歲 讀幾年三年四年 四年 大約二十一二歲出來 是否打算做這行 是 Alex 是 你是不是 好 好 好 為何那麼想做這行 你叫甚麼名字 Ivy 為何那麼想做這行 因為我覺得做這行很有挑戰性 警察也有挑戰性 又是因為我很喜歡做一班設計的事 警察是有挑戰性 但不會是我想做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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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這麼多日後 我這麼久 我平時上班時要做軍裝 我都叫做軍裝 但我其實是一個不喜歡穿軍裝的人 但我尊重今天的場合 而且我覺得我要做平時 但我平時不是上班的我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做甚麼 做設計 因為我身體內的血 仍然流著設計的血 但今天做設計 如果你不懂得推銷自己 是很難做的 因為競爭太多 競爭太大 還有一個最大的對手 你知道在哪裡 沒錯 內地這個對手實在太強勁了 但我們不是要鬥 所以我覺得今天有機會和大家說 甚麼是推銷自己 我覺得挺有趣 或者是故事 其實當KC11月約我的時候 我很開心 我又打電話問他 為何你會找我 他說沒有 我一想起這個題目 就想起你 大師請我 我覺得很開心 直到今天之前的那個禮拜 到昨晚 我嘗試用了很多方法 我今天應該說甚麼 我發覺 我寫不了任何筆記 我錄下不了任何筆記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怎樣說 但為何我不知道怎樣說 因為我發覺 其實我的生活 每一天都在說故事 我只不過把我的生活 把我的體驗告訴你 我今天會有一些短片給你看 因為我發覺 今天的社會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轉變了 以前是沒有那麼多視像的東西 現在人們是不喜歡看字 很喜歡看片 YouTube、Facebook之類之類 但我仍然 深信和忠實於看書 我會寫信 我的學生都收過我的親筆寫的東西 雖然你看不到我寫甚麼 好像寫藥方 但他們周不時會聽到我親手寫的東西 多久沒有親手寫的東西 18年都沒有寫過 但除了讀書之外 你有多久之前沒有寫過的東西 親手寫的東西 你記得上次寫的東西給別人 那東西是甚麼 信 甚麼信 情信 好笑嗎 寫過不少 我還存了一疊 是甚麼信 類似臨別的 臨別 說再見 那些 你寫完有甚麼感覺 寫完有甚麼感覺 會回顧自己的整件事 今天如果你要做Storytelling 如果你覺得Storytelling是很重要的 有一件事 我真的告訴你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學了 懂得怎樣書寫一些東西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出去推銷 你會被人走前很多步 在我的成長過程裏面 我事實上用過很多次 用書寫 親筆 拿了原稿子出來寫一封信 去邀請一些機會 去拿一些機會 去得到一些人的認同 是你想像不到的 是你想像不到 但事實上 今天有很多人 不要說你們 包括我們成年人 有很多人 都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忘記了一支筆 和一張紙 但如果你今天做Storytelling 你的工作是要 很多時要提醒 除了你有口 懂得怎樣說之外 如果你懂得書寫 是親手寫的 不是在電腦打的 我告訴你 如果我是你的客人 我對你的印象分 一定會大大提高 那個不是你寫字 不漂亮 不是你的文筆 而是我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誠意 如果我套用今天做廣告 我不知道 我離開了這個行業很久 但我覺得 如果我有一個年輕人 一個年輕人入行 如果我是一個決定的人 我會覺得 除了你的設計 一定要好之外 你的概念要好之外 我覺得 在一個過程裏面 就是 你怎樣去表達一份誠意給我 很多人覺得說故事 就是用來 吹水 或者是 做一些有目的的事情 但我和我的學生 他們每一天都要出去見很多不同的人 我說 其實你們的工作 每天出去做甚麼 你回去和我佛抄 我和他們說 你每天出去做的功夫 就是講故事 你每天就要找不同的人去講故事 你說的故事是否吸引 就是客人信不信你 他們其實每天出去講故事 故事能否觸動到人 你們一樣 四年之後五年之後 你都是出去講故事 但是 過程是有很多的 上個星期 我今天 其實我剛才說 我預備了上個星期 一邊預備 其實我昨晚還在想 我講些甚麼 我在iPad上 我一向有很多片 在裡面 我想我分享一兩條片 我們不如看一看一條 我三年前拍的一條片 那條片其實是講關於 我一些生活的看法 從小到大 都很多人說我像一個人物 那這個人物是誰 這個人物就是阿蛋 我今天就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去假裝阿蛋一日 然後去做一個訪問 我今天要訪問這個朋友 我認識了他 差不多超過四十年以上 跟他很熟 影響他也很深 但是真真正正的聊天 我想是我這一生人的第一次 我今天就約了他家 現在我們去他家 做一個訪問 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我們的嘉賓 阿尚尹 尚尹你好 尚尹 尚尹 從小到大 你都接觸過很多不同的人 有沒有哪些人 你特別欣賞 我想是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 有三個人 我很欣賞 第一個是黃尖先生 第二個是金國良 第三個是鄭丹淳 我想我們六七十年代成長的朋友 我想很多人都受他的文化影響 無論他是文采 或者是筆文 我覺得是很正 他的田的詞 很多東西 金國良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小時候 已經很喜歡看他的電視劇 金先生寫的對白是很厲害 而且他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是很棒的 是愈的愈有美的 蛋也是 80年代成長的人都會不其然受他的影響 他寫的編劇 拍的電視劇 他的電台是完全無瑕 那這三個人有什麼特質 是這麼吸引你 我想我對於他們三位朋友的共通點 就是他們創作人 而且他們的創作是不斷不斷的來的 就是不會說譬如占叔在70年代 最光最熱 他不會停的 金先生也是 拍完電視又拍電影 還有很多創作 蛋哥 到今天還這麼活躍 他們給我的想法就是 創作是不能停的 創作是不斷的 不斷的向前 以及吸收很多生活的東西 再刺激再想出一些新的東西 你這麼欣賞他們 他們對你的性格有沒有什麼影響 就是想事不要死顧顧 想事是要不斷的 其實他們是 尖叔我有機會接觸過他們 在很多年前 蛋哥也有一點 我發覺他們是一些很留意生活的人 就是他們會用生活去刺激他們去想事創作 其實這些跟我一樣 我覺得學習就不是死顧顧入課室 才是學習 看一本書 聽一首歌 看一部電影 或者你甚至上街茶餐廳吃東西 你留意你身邊的人 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吸收到 因為我們在做人的工作 你的日常工作就要跟很多人聊天 你覺得其實聊天對你來說 是什麼一回事 聊天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 因為我覺得聊天也是一種學習 我不是一個喜歡看 不是用書本來學習的人 我是喜歡跟別人聊天 因為每個人 無論男女老幼 他們每個人的背後都有很多故事 我覺得很精彩 有些人可能覺得不是 但我覺得是很精彩 所以我覺得聊天對我學到很多東西 剛才你說聊天對你來說這麼重要 你覺得當中的寶貴價值是什麼 寶貴 我覺得會累積很多生活智慧 這些東西對於某些人來說 覺得很虛無緣緣 但對於我來說很重要 我的觀點就是 我們不是活在一個人的世界 我們每天都要 你出到街要接觸很多不同的人 當我擴闊了我的視野或者感覺的時候 首先我第一 其實我是一個對人有興趣的人 雖然我的樣子好像很酷 但我的興趣就是透過和人聊天 我會學到很多東西 我會知道這個世界 同一件事有很多人不同的想法 某一類工作的人 他們的特色和皮性會是怎樣的 還有有些人學習是喜歡看書 但我的學習我喜歡就是透過聊天 透過溝通了解 那我就覺得這些就是我的價值 有趣有趣 可以將生活和聊天合二為一 在今天的過程中 我都得到不少啟發 有機會再跟你聊過 OK? 拜拜 拜拜 除了剛才那位朋友對我來說很重要之外 在我生命裏面還有三個人都很重要的 我也很想跟他們說一句多謝 第一個我要多謝 是多謝我媽媽 因為我從小到大的生活 她都給了我一個很充實的 很安全和很豐富的生活 還有我很欣賞我媽媽對朋友的詳情 第二個我要多謝的當然是我爸爸 因為有我媽媽要有我爸爸才有我 我很欣賞我爸爸的承諾 對家庭和他的工作 第三個我要多謝的就是 我之前做訓練的上司Caren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我都形容一下子無法形容 但我想他教了我一件事 是甚麼叫做事認真 這三個就是我很想多謝的 我們人物 你收到甚麼的訊息 你收到甚麼訊息 你收到甚麼 你不認同嗎 我覺得首先討戶士之前要挑戴自己 是 你要確定自己才可以確定自己 因為要銷售自己 OK 在這段影片你覺得是 OK 謝謝 你叫甚麼名字 Te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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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字頭 Teky 你收到甚麼 我覺得要欣賞一下別人 和港股仔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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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去吸收更多一些別人 和港股仔有甚麼關係 其實我也沒有關係 但總之你覺得是要欣賞更多人 欣賞更多人 OK 謝謝 Siris 你收到甚麼 來我們第一次看 你收到甚麼 收到 大聲一點 聽不到 可以用很多 我覺得很精神的 看到的時候很詐異 原來說好像了解自己 原來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講述自己的體驗 人生的體驗 OK 這個是你收到的 OK 我其實我覺得用這條片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有很多表達 但我覺得如果正正今天 我們要懂得怎麼說故事 你不要想著 就算是我也好 或者KC也好 任何一個人 你聽完討論之後 你會懂得講故事 你絕對不可能會懂得講故事 如果你是一個平時 不是擅長講故事的人 講故事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收集 不斷的反思 你才會有一個程度 但我覺得講故事 就等於你今天 你在這裏都是在講故事 你在這裏都是在講故事 因為你會考試 你要進來 你也要銷售 其實你銷售的過程就是講故事 我為甚麼要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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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天愛 是吧 張天樂 張天愛差很遠 我們就認識了 他們就不認識了 張天樂 我覺得講故事有一件事 你第一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是有心 要將一件事 分享給別人知道 其實講故事是一個分享 你一定要第一件事要知道 你的目的做甚麼 你今天就有一個設計 你自己也不認識 例如剛才Sam Sam說要先了解自己 如果你要銷售 那個故事 那個人是你 你對自己有多深了解 或者你賣的東西 你對那東西有多了解 我也是每天跟我的學生 一直在講的 你知不知道你做這件事的目的 是甚麼 你今天就有一個設計 你要取分 或者你以後要人家 將來拜託你這個計劃 你的目的是甚麼 你有沒有去了解對方的需要 你覺得很棒的東西 是不是別人覺得很棒的東西 還有他有沒有這個需要 要你那件事 真的 他日你出來 去到現實世界 去做你的設計工作 或者廣告 你就好像一條樓梯 你從最低一路走上去 在一個過程裏面 你是經歷 我都不會騙你 你一定經歷無數次的 禁止 無數次的改 即是今天我都會有 我要做的事 我都要找支援我 我都是經常改的 但是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有了目的之後 你要表演你那件事 你要說一個故事 或者一個表演 有了目的之後 有一件事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嗎 我經常跟他們說 我們出去見客 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五個字是甚麼 同學們 客人說完那些事後 我經常說那五個字是很重要的 你那些語氣不行 關我甚麼事 關我甚麼事 就是等於我今天來說話給你聽 雖然不是你直接邀請我 KC邀請我 但是其實我來之前 我都想一下 如果我是你 我聽到你這個四眼仔 四眼佬 說說那麼多東西 關我甚麼事 很快你有機會 你就出去做這件事 你的客人 你的警察 你的身邊的人 關我甚麼事 香港做設計 不是只有你一個 新人每年都不斷補充補充補充 但是你做的事關我甚麼事 是吧 真的嗎 你做到的事很多人都會做到 有了吸引力之後 其實有四樣東西 你猜最後要甚麼 如果你要銷售一條計劃 說一個故事 你覺得有目的很重要 有吸引力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最重要的 其實剛才在對話裏面 有同學都說過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信不信你自己做那件事 你如果連自己都不太相信 你怎樣叫客人接受你 你只要你相信那件事 也有機會你的客人會接受你的 如果你做一個表演 做一個演示給他 無論我今天和你們是做設計的同學分享 還是我教我做保險的學生都好 兩件事的關係是很相似的 就是你信不信你自己 那件事是你想出來的 那件事是做出來的 你信不信呢 然後你有沒有想想 吸引不吸引對方 然後你知不知你今天要推銷那件事是甚麼 你想他做甚麼 其實我今天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些概念的東西 但是我想我臨走之前 我都要給一些實在的東西 你去收到的 如果你想講故事 掌握到一些東西 你覺得相信 你覺得 我是聽完今天 這個叫Francis Lee的人 去分享你 你覺得講故事對你有關係的話 有幾件事 貼士 你要留意 如果你真的喜歡研究講故事的話 有幾件事 你可以慢慢去掌握去學 第一 多一些去看不同的東西 多一些去聽不同的東西 當然 我也很明白 我現在經常的工作都是接觸很多年輕人 我永遠不會覺得年輕人是麻煩 因為我都年輕過 我都比他更麻煩 所以我覺得今天他只不過是重複我以前的事 但是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你其實在做的事和他們在做的事很相似 如果你去表演一條計劃 你不令到客人會覺得 四眼仔 你很厲害 他是不會拜你的 但你怎樣有多些東西 有得興趣 別人會留意你 你一定要多些看多些東西 聽多些不同的東西 年輕人有一個特點 有一個習慣 就是沒有興趣 低能 但其實你是困住自己去吸收東西 有些人問我 為何你會懂得說話 為何你可以這樣說話 為何我今天可以這樣說話 甚至變成我的職業 我想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剛才也在一條片中說了 我的學習不是透過書本的學習 我的學習是透過我不斷的生活體驗 不斷的吸收吸收吸收 我身邊有很多的不同的朋友 我去留意他們 他們是怎樣過他的生活 怎樣做他的工作 第一 你要多看多聽 第二 如果你要講故事 這不是老套 但是真的 我自己覺得 今天的年輕人 跟我們以前的年輕人有個分別 我不知道是否 但我真的覺得是 很怕魚 很怕衰 其實亦都是 綁住自己一幅很厚的牆 這是很多因素 為何今天大多數的年輕人 都是很怕魚 很怕衰 我曾經問過我的學生 因為他們都是上我課 然後上完課之後出去實習 做事 我試過問一個學生 他上完我三個月課之後 他就離開了 沒有做這一行 我問他 為何你會離開 他說因為我不想輸 我說甚麼 不想輸 你不想輸甚麼 因為我覺得 五試就是最好的勝利 他當時說得很有型 但阿彌陀佛祝你好運 原來他覺得不試就是最大的勝利 你想想這句說話多悲哀 原來他不試就是最大的勝利 難怪他不去做 我覺得很有趣 我相信有一個東西 為何有機緣巧合 為何我今天會遇到你 你會坐在那邊聽我說話 我和你溝通 都是天安排 感謝神 真的 真的 但我覺得 嘗試 是我鼓勵你們的事 有很多時候可能不知道 有很多機會 你會出來做一個表達 不要怕 這是不變的經典 第三件事 我覺得 如果你想 說故事的感染力大一點 對於今天香港人不論年齡性別已經很奢侈 感受 是嗎 你覺得今天香港人已經很奢侈 或者很罕有 是嗎 Ivy 你為何覺得是 你很少有時間去感受你的生活 或者和你身邊的人仔細地相處 不知道 是嗎 你多不多 上大學時 糟糕 不過你還未遲 你只有18歲 你還有很多機會 你想說話有動聽 有感染力 多些去感受你的生活 那件事我在課堂裏面說 我實在是這麼說的 對於你們來說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而高要求 剛才我一條片都有說到 看完一齣戲 吃完一頓好吃的東西 你有沒有感受你的生活 你有沒有感覺你的生活 你對自己沒有感覺 你哪會說話出來會有感覺 但我覺得這件事在香港的社會比較奢侈 但是我45歲 我都在香港生活了45年 我覺得有一句說話 我經常跟學生說 這句說話毒死了很多香港人 那句說話是 來過來過 再來過 那句說話是 是 是 那句說話就是 你自己都說不少 很多時候生活都是 這句說話就是 在腦袋、口袋說出來 那是這樣的 那不是怎樣 那每個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句說話真的毒死了很多香港人 你們的上一代 再上一代 都是在說這句說話 但是 我想我今天的分享 我想最重要的帶一個訊息就是 如果你想說故事 是有 感染力的話 當然有很多技巧 我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機會教你一些技巧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你一定是要 很感受到你自己的生活 我有很多朋友都經常跟我說 為何你可以拿到那麼多比喻 為何你可以拿到那麼多比喻去 去批落一些很理性的東西 就是因為 我很多聽 很多看 無論我覺得低能還是有用的東西 我都會去看 都會去聽 然後我去吸 我會做到很多不同的嘗試 我由最初 對著十幾人到幾十人 到我最大一次的場合 就是在理工綜藝館我教書 一千人樓上樓下 很興奮 三個小時一個人教書 感受 去感受我的生活 我覺得 你今天做的事是趣味的 其實你很幸運 你讀的科目是很有趣味性 但是 在乎於 你如何去演繹 你的生活 最後我有一條短片 我想分享給大家看 這條短片 我覺得是 我差不多十年前做的一條短片 當時我還在AIA做教書 我的學生是由18歲到75歲 我不是只對著年輕人 你想想我每天好像在一個動物園的龍 對著不同的野獸 過性性格背景 咬你便咬你 是粉身碎骨 但是很精彩 當時我們做了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 其實是想給很多同事 你的生活裏面 有很多東西你可以留意 這是我的兒子 這是我的兒子 這是我爸媽 是不是很破天荒呢 多謝 多謝 我很認同 最後講故事 其實感受這件事 是最重要的 你想講故事講得動聽 根本就是你感不感受到你的世界 你心裡會發生什麼事 你心裡會發生什麼事 你用自己的語言講出來才好動聽 好像是最後的 選擇 我們多謝班辰有機會做這件事 在最後的時候 我想問問 我每一次做完任何分享 長語短都好 我有一個習慣一定會做的 就是問問那麼多位同學 包括現役的同學 包括我的朋友 你今天聽到什麼呢 如果有一件事你很深刻 今天用了差不多一小時 你聽到有一件事你很深刻 你拿到什麼呢 我想聽一下 好 你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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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感受 其他呢 就是為何會做這個工作 想想想自己當初 如何會做 第一的感受 是問自己 因為上來之後 都好像發覺 慢慢地迷糊了自己 你叫什麼名字 Peter 有機會 我還有很多東西 還沒拿出來 你講的話 就等於他們當日 他做我的學生 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入行 做的 但他做一做一做一做 發覺有時候會迷惘 會脫 但怎樣撥回去 那你就要問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歡做設計 這個東西是對的 好的 謝謝 阿歷斯 聽完你講後 故事說很需要魅力 要有自信地說話 才會覺得你吸引到人 如果你沒有自信 自己都表現不到 你都不會相信 或者懶得聽 那就是你自己信不信自己 因為你站出來給你機會 我現在有個工作 連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那個自信的charisma 其實是來自於你信不信自己 放心 二十多年前我都不是這樣 好像大家一樣 很靜坐在這裏 最好不要叫我 眼睛不要望我 那些來的 但是我今天都可以這樣 你一定會得到 只要你想要的話 還有呢 選擇去試 選擇去試 為甚麼 做多些 我覺得有得選 聽完之後 我覺得可以選擇 例如這個生活 你可以選擇去 開心或不開心 或者可以選擇你講不講話 任何事都是試 你沒試過 我都不懂 有一件事你記住 你叫甚麼名字 阿丁 選擇你怎樣過你的生活 是你的選擇 就算你不說話 你不跟別人溝通 其實你已經跟別人溝通 有很多人說 我不會跟別人溝通 其實你已經溝通 因為你溝通 讓別人知道你是一個不溝通的人 所以不要以為你躲起來 就以為是一個躲起來 其實躲起來已經在溝通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嘉賓 我想問方Sir 我比較深刻就是最後一段片的選擇 因為我過往很多經歷 因為我慶藏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我想起 有些人有些人說 我沒得選擇 其實他都是選擇 他沒得選擇 所以我比較深刻就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 多謝 多謝各位 剛才在影片裏面有一句說話 我也是我的座右銘 我要做好一件事 而不是做左一件事 雖然我不知道今天來 對著有多少人說話 我又不知道環境是怎樣 我只是相信KC 但我也很認真 找了我兩位少影師 來把我的紀錄拍下 因為這個紀錄 將來會傳傳傳傳傳下去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再見到大家 但我覺得 今天你偶然收到這些訊息 你保留著它 細心去想想它 以及去做出來 不會無緣無故 為何你今天會坐在這裏 會聽到一個這樣的人 跟你說這些話 多謝 我剛才在整個過程的感受裏面 看到原來他說故事 需要那種熱心 那種熱誠 和能夠散發出一種感染力 我真的被感染到 Francis的工作 真的有一種熱心熱誠 和認真在裏面 我自己最深刻的是 最後的片段 選擇 我過往的人生裏面 就是因為我有得選擇 所以我往往人生裏面有多出力 這是很深刻的感受 我在今天這堂學到很多東西 剛才聽Francis的講話 我就感受到他的魅力 而且我相信他這種魅力 是來自於他的自信 而且我在剛剛那個講話 知道了 所以Storytelling有很多技巧 都可以在生活上學得到 例如去學習一下 如何感受自己的生活 以及努力去嘗試 一開始我讀設計 就沒有想過需要講故事 或者是之類的東西 我就是因為當初是喜歡畫畫 所以才會讀設計 一聽完剛剛Francis的講話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講故事 和讀設計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平時 現在來說都有很多% 可以用到這些技巧 還有日後出來做事 都需要用這些方法去說服客人 我認為今次這堂學 可以對將來的我 會有很多幫助 完完Francis的課堂之後 我最大的感受應該就是 他講的感受那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 現在生活真的很忙 很多時候忙到是 沒空去體會一下身邊的東西 或者是很少時間 去和家人溝通 所以有時候 好像我們讀這一科 那樣的生活 真的很好 可以功課很多 有時候反而會令到 腦子更加熟 所以他今次這樣說 其實是提醒出我 以後就算功課再忙 都要放多些時間去感受一下 自己究竟做了什麼 因為好像現在這樣 有時候真的 就是讀得太忙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讀 忘記了以前 很想進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今次Francis 真的給了我一個 挺好的提示 就是由現在開始去感受多些 多些接觸不同的東西 可能對自己 以後無論想辦法 工作 或者是和其他人相處 都會有更加好的結果 很開心 今天終於完成了這個分享會 在這個過程中我最大的體驗就是 很自然 一切都不做作 甚至乎那個環境有點亂亂 這個科室 我就是喜歡那種夠自然的感覺 我也都很相信 今天主要觀眾的那幫學生 歌 因為只有18歲 我覺得他們知道我在說什麼 他們收到我對於講故事 對生活體驗的一些重點 另外我很想趁這個機會 多謝很多不同的人 我一班學生 我現在現役的學生 方Sir Kenneth 很多謝他們的參與 還有我很多謝兩位 小姐姐 阿Man 阿Boy 有你們的幫忙 最後我亦都會多謝我自己 因為今天是一個 好像另一個里程碑 去了我生活裏面的一些總結 我覺得如果今天給10分 我會給9分 相當不錯 多謝